我覺得你們很多心事 我們是 我們是根本就沒有把它當成一個心事啦 不重要嘛 不重要啦 小事情啦 對啊 那以後你們的事情 我們會覺得不重要啦 下一個誰要說 隨便說吧 對啊 我的老婆 你跟我們講這個幹嘛 你跟我們講這個啦 而且這個 你在全台灣觀眾面前 把你老婆這個事情講出來 你在幹什麼 可是你們不要誤會我 因為 趙哥這可以隨便講的嗎 你不是人啦 因為其實 這不是人啦 別老婆所有朋友都知道耶 現在全台灣人都知道 你精明在老婆月經三四個月來一次 對 因為我這樣這樣 我還說 我這樣這樣說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當然我 對老公是很擔心嘛 身體有問題 如果你嘴角在上揚 可是當然我有帶他去看醫生什麼的 可是那個醫生說的什麼 就是 就是沒有很相信什麼啊 所以我打給我的韓國那個 醫生朋友問 我老婆是現在這樣這樣這樣 到底我要怎麼辦 所以你台灣的觀眾知道還不夠 整個韓國的人知道還夠 對 因為我覺得 這樣子的問題一直講出來 然後要聽什麼 我要做什麼 怎麼比較好的方法 可以照顧他什麼的 是 所以有一句我們 兩個去韓國的時候 大家一起去吃飯 可是那個所有的人都有帶一個禮物 然後給我老婆說 這個對你的那個妹妹啊 或者是你對肚子啊 比較好的東西 對 那時候當然現在 就說對你身體好就好了嘛 你幹嘛還指出特殊的器官 對 他們有講啦 所以 那時候他很喜歡 他們希望很開心 然後回家之後就 跟你一樣說我被大罵了 對啊 對 他就說全世界都知道他那個啦 可是拿到很多禮物都對著很好 我要是你老婆會殺了你 如果說你那邊有問題 我們也是對不對 台灣呢 講完了之後 韓國講完 韓國每個人送你 就說對你的弟弟有幫助 真的 對啊 那我感覺就像男孩子那邊的數量很少 然後老婆在外面談論這件事 然後後來老婆的朋友每個人都跟你說 你喝完就會多一點哦 然後每個人看到你還有那種關愛的眼神 你來接受嗎 褲子不要穿太緊哦 不能要洗太熱哦 謝謝關心我 其實這個 我覺得每個國家 每個國家的可能背景是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像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嚇到 就是女生會說我的 我今天不舒服我的MC來了 然後其實我有嚇到 因為在印尼 我們從來不會去討論這種事 女生從來 就算是跟自己的男朋友 也是不太方便去講這件事 那如果有個先生在電視節目上面 公然講他太太這樣的狀況 你覺得如果這個人在印尼會怎麼樣 新聞大頭條了 你覺得 對 是不是後悔了 金敏詹你的臉好僵哦 好 第四條是什麼咧 來 第四一條 雞婆插手越幫越忙 對 因為我覺得男人 除了不能跟他們講心事之外 他們有時候真的是很雞婆 想幫忙 可是神經太大條 因為像之前有男朋友生日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知道他的GoPro壞掉 我本來想說 我應該要買新的GoPro給他 還是買那個就是遙控的無人機 因為他也很喜歡就是空拍機 但我就想很久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因為我問到價錢 好像都差不多 然後我就打給他一個很好的朋友 有時候我們共同朋友 我就問他說 你覺得哪個比較好 他說好 我想想 然後半天也給不出個意見來 結果他就私底下 偷偷打給我男朋友 就說你生日要到啦 那就是我跟你講啦 很煩 你女朋友就一直在想說 到底要送你什麼 那你就是 你選一個 你要無人機 還是你要GoPro最新的 然後後來他就給了一個答案 然後這中間過程我都不曉得 最後我就送了他最新的GoPro這樣 然後他拿 我就是要拿給他之前就說 我知道啊 你要送我GoPro對不對 曹知道了 跟他們生日秘密啊 那個時日誰都在跟我講 你真的很無聊 你們這些女人真的是 然後我就心裡就很火 想說 你生日給你一個驚喜 然後還被朋友就是出賣 我發現男人的程式是寫好 他沒有辦法多插入另外一個東西 他就沒辦法反應 你們覺得我們是雞婆 不是 是女人是男趕好不好 真的啦 是你們雞婆啊 沒有 那他 就是給你們聽我的一個故事 就是我一次 我一次在健身法認識到就是一個女生 她很可愛 就是後來就變得很熟 但是她一直跟我講說 就是她講心事 她說 她找不到就是喜歡的男生 就是沒有辦法交往很久之類的 一直在找不到 她的條件就是喜歡那個小白臉 然後身材好 然後就是重點來了 她就是晚上需要就比較大 所以晚上的那個活力夠強 所以這個部分已經不是我嘛 所以呢 我要就是幫忙她 那就是我要找就是 幫忙 我是好意喔 她是跟我講說 我氣打 她跟我講說 哎呀 不用跟太多人講 我聽到這個句話 OK OK 好 那你說 你不用跟太多人講 那就是意思是 不用太多人的話就是我該講啊 所以就是她的這個所有的條件 我馬上在那個健身玩 健身玩就是大家是朋友嘛 所有的教練 也就是所有的教練 大概20個吧 我說哎 那個人就是想要是找男朋友 然後想要是玩上玻璃監開那種的 所以你平常在兼差 沒有 我就是跟他說就是 其實這個教練 詐里達教練 所有的人對你有興趣喔 他超生氣的耶 男生應該只有聽到後面那一句 對 男生只要後面厲害這樣子 他不會聽到前面 他要認真要找男朋友 這我的錯囉 你的錯 我是請有兩個朋友 然後那個女生喔 我跟他出去 他跟我聊行事 他跟我說他很擔心他的男朋友 因為他的男朋友沒有什麼錢 就是他賺的錢很少 我跟他說 可是他很認真啊 他很有腦袋 他只是現在還沒有找到最好的工作 他一定會找更好的 然後他跟我說 不知道耶 已經等很久了 好 反正我們聊完了 我就去找我的那個男生的朋友 然後我跟他說 你 我聽說你 你的經濟狀況是不是不好 有問題嗎 他說 什麼 他有跟你說 我很認真的 我已經花了好幾個工作 我的那個薪水金 從三萬三跳到了三萬七 然後他還在抱怨什麼 他到底要什麼 然後他說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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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借你一萬塊 你大概去玩 然後你們就好好聊 應該是OK的 他說 不... 反正就結束了 當天的晚上 那個女生也打電話給我說 你是不是跟他說 我們兩個出去了 我都沒有跟他講 我跟他說我跟朋友出去 你其實 你其實不太適合跟人類互動了 我真的想要做好的啊 就是幫兩邊啊 他就喘不住心事啊 郭總你是不是藏不住心事 藏不住秘密 我... 我覺得 如果沒有那麼嚴重啊 可以講的 如果是可以幫到 他們兩個 對 不是 謝謝